哈喽 欢迎收看阿宅新闻网 给我们五分钟最夯的话题都在您掌握中 好 今天的话题来谈最近最夯的风云人物 那就是四爷 因为不管是古装剧《毕不不经兴》 还是在古装剧《后宫甄嬛传》 它对它里面都是主要的人物 而且饰演皇帝的吴奇隆 跟饰演皇后的蔡少芬 他们以前是一对恋人 现在同时又发达了 到底他们之间的恩怨情求是如何呢 非常的精彩 我们今天请到了资深媒体人蔓若鱼 带我们来分析了解 欢迎麦大哥 依姐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大哥我们来看到了 这就是《毕不经兴》里头的雍正皇帝 这是《甄嬛传》里头的皇后 一个吴奇隆 一个蔡少芬 他们现在都因为经过历练了 所以两个人看起来都非常沉稳 演起这个角色非常有感觉 不过我们来看他们当年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哇 心色好多哦 对 他们的感情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对 哇 这个《毕不经兴》跟《后宫甄嬛传》 这是这一两年爆红的宫廷剧 是 吴奇隆在里面演四爷 就是后来的雍正 那蔡少芬在《甄嬛传》里面演 这个四郎的这个皇后 也就是雍正的皇后 这两个人太巧合了 居然在不同的戏里面 其实是演一对夫妇的 对 同时爆红 对 一姐讲到这张照片 这是两千年 他们其实有过三年的恋情 他们为什么其实会在一起呢 他们的背景很相仿 因为两个人家庭都有很大的 一个悲哉的这个压力 蔡少芬大家知道 他的母亲一直跟赌 没有分割关系 非常无奈 蔡少芬从选美季军出来以后 要很长时间帮母亲还赌债 吴奇隆的父亲 做生意也欠债非常多 所以两个人背景相仿 很快他们的这个兴趣跟工作 还有他们的背景相结合 就在一起了 所以这段感情谈了三年 但最后为什么破局呢 因为两个都需要赚钱 蔡少芬还是要大量赚钱 帮母亲还赌债 吴奇隆的父亲前面的债还了 后来又传说 因为六合彩又有状况 所以两个拼命要工作赚钱 到最后据少离多 虽然都在中国大陆 不同的地方拍戏 但是彼此感情 还是没办法维系下去 那压力实在太大了 是 这也是非常无奈的一个状况 毕竟都是因为他们的家人 吴奇隆还曾经讲过 说他年轻的时候 因为为了就是一遍扛加急 所以又去加油站 这个洗车场打工 换了非常多的工作 辛苦过来的人 对 不过即使这样子的患难的感情 还是一样没有撑到最后 他们后来是分道扬镳了 这个呢 当初离开的时候 吴奇隆那时候也被讲说 其实是蛮落寞的 对 想不到他的下一段感情 一样也是失败收场 对 这是玛雅书 对不对 是 刚讲了这吴奇隆跟蔡少芬 后来都在中国大陆拍戏 是 都认识了他们的另一半 先讲吴奇隆跟玛雅书这一段 因为他们当时拍萧十一郎在一起 假戏争作 跟玛雅书闪电结婚 可是没有想到这段婚姻并不长久 而且结束的时候呢 两个人闹得非常的沸沸扬扬 在财产方面闹得很大 那彼此都背负了一些 被误解的一些传言 那玛雅书当时也是一个一线的花旦 后来这段感情破局 破局之后呢 其实吴奇隆就完全就 没有再传绯闻 专心的拍剧 在中国大陆一步一步来 终于靠得步步惊心而大红 蔡少芬呢比吴奇隆晚 晚了几年之后呢 也认识了一个大陆演员张静 武打演员 完全没有知名度 闪电嫁给了张静 真的是 即使感情没有开花结果 可是事业上都是苦尽甘来了 是的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中 都还是会有一种感应 觉得当初一起过来的人 现在也一起发达了 这种感觉是蛮好的 是的 也希望吴奇隆 因为他一直不管哪一段恋情 都被影射为是一个 比较被背叛的这一方 对 好像很悲情的角色 现在好像吴奇隆 也有一个红粉之急 据说是他的助理 但是没有得到求证 我相信吴奇隆 现在拼命地在努力 在工作 一定会有一个 等他的爱 或值得他爱的女生 在等待着他 真的是 就是像视野的若西这样子 我们也谢谢今天 麦大哥的分享 谢谢一杰 谢谢各位观众 也希望您 还喜欢今天的阿宅新闻网 有什么心情 想和我们分享的话 在书上见 拜拜